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7号 我们已经是接近了2020年的尾声 那么今天呢 又上常规 我们做这个周的一个总结和展望 那么好 我们首先是还是做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的这个审视得市 那么在审视得市之前 我们就跟大家说 这个是一个个人的分享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大家股市有风险 那大家投资去谨慎 好 首先我们来看 最上一个礼拜 整体上是波澜不惊 整个这个月都是 所以呢 标准波还是站在了这个 现在SPY还是站在了这个生命线上 然后呢 纳萨克指数也是 也是就是勉强站在这上 所以我们几乎每天和每周 都做这个审视得市的这个判断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贫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 还是市场的风险的增加 但是呢 他还是我还是期待他有一个就是一个一个背离段 然后再冲出 然后再最后再做一个调整 所以后面来说 他从节气来说 那么马上 28号到31号 就说后面这个礼拜他的 你让他大跌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如果这么说 如果我们要做量数准备的话 那么如果下礼拜出现非常不好的走势 那么1月初可能就是会面对一个比较强烈的回调 那么如果后面的几天呢还是波澜不惊的话 那我们给我们很多时间用来这个来怎么说呢 来这个准备 这些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么好今天我有几个话题我是不是想聊 所以呢我今天就会在这呢 是给就是给大家分享我的完整的这个交易计划 针对这几个股票的交易计划 和我自己那些看法 首先我先给大家说就是短期内的话 我可能个人呢 并不是特别喜欢就是我可能个人并不是特别 喜欢操作或者说买入这个这个ARKK或者ARK系列 为什么呢 因为ARK系列的话 他现在呢就是有太多太热了 就是太多的人来这个走势太强烈了 就说如果你要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的这里是 是有一定的这个背驰背驰和背驰和背驰我看看啊 有一点点背驰但是不明显 但是他这个背驰是有了 所以呢就是ARKK这个系列呢包括ARKG啊 你看ARKG、ARKF啊 他现在都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市场中的最热的这个热点 因为他市场中这个热热点 而且这个像ARKG都爆量 所以呢他买入了大量那种小型的就是龙就是小型的股票 增长型的科技啊增长型的这个这个生化啊 所以说我的担心就是一旦出现卖 卖压的话他还出现恶性循环 就是你卖压那种小型流通性差的股票 会把股票呢你的价格快速下刹 就是你是一个ETF你又被快速下刹 然后别人这个有些散户比较多就是快速输回你又得必须卖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但我个人认为呢我说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呢就是啊 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按图做 那这个地方形成个奔走行中枢之后 他现在喷出这个位置上如果再向上的话 对于ARKG的话这已经就是群人塔就被吃了 所以这里还有方料换手啊 上面呢力度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走弱的迹象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你长期吃了ARKG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卖cover cut 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卖一个比如说这是150 ήAC 或者140C在两周以后呢 然后呢再买入一个呢大约120左右的put 来做它一个保护 但整体上现在趋势是强了一下上了 而这种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呢而这个风险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在增加的啊 不仅这里换手再增加一下 每次我们每次换手增加之后 要么人走向盘整 要么的话就是一个回调 现在的话又是出现两次的换手的增加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顶分形后 又再次出现一个比较强烈的顶分形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上 应该是以风险提示为主了 当然每次提示风险都特别招人恨 我也明白 好 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个 就是VRX已是在慢慢慢慢的向灵州靠近 那么他周五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幅的crash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大约在什么位置 大约在19或者18这个位置上再进入 也就是之前的盘整区 然后突出去了之后 往回拉形成个反向的盘整区 再往下拉的话 他这里是下上下 应该是再向下完成这段 最好是跌破19块5毛1这个位置上 那么这个位置上的话 如果是跌破了19块5毛1的话 我会在这个位置上再补一下 明年二月的可能是VX的期权 因为这个地方就走势 就是个大幅的一个盘整 走势就完成了 那么后面小的背驰段 再加上我们MACD的指标 我觉得可以预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或者说比较 是我们为很长一段时间准备的一个回调的机会 美元的话还是美元的话 这里是一个背驰和背驰都有了 但是它的反弹力度太弱 我们要仔细观察美元的走势 如果美元的反弹非常强烈的话 意味着是不是有货币政策的一些改变 这些我或者说是通胀预期的改变 那这些我们都应该我们这个地方都应该是什么 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观察美元的走势 观察美元走势 然后我刚才也说了VIX 那么好 那么下面有一个我想说的是 最近的非常热 大家都是判断 都是在问SPA怎么处理 SPA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之前之前我们分析过这个地方是个下跌 然后向上之后形成了一个中枢的走势 然后我看一眼 然后我把它我来画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的下跌走势是形成了一个次级别的 这下来之后 它在这个位置上又是下 然后向下上下上 它在这个地方又进行了一个中枢区在这 然后上的做了一个小的 然后再打出来之后做了300之后 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扩张 这是一个扩张 然后再次拉上来 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特有意思一点是 它是以一个小短扎的形式进行转折的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冒出来了以后 马上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这个位置非常不好 这个内置是一个2300的一个合体 也就是说它下来之后没有盘整 没有做二脉 就说我的一个趋势是高被迟了下跌之后 这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二脉就相当于是我一个higher low 然后再向下 而是说它直接向上之后 就向下打下去的时候形成一个在更低点 而左侧的盘整区 我们左侧的盘整区 就是说你现在低点在我的左侧盘整区之下 我们再来画一下 就是左侧的盘整区在这里 那么我下跌的低点是直接在这个位置上 它就打破了我的整个盘整区下面 所以它的低点是在相当于是左侧盘整区的下面 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表现了 而且那么我们可以说明确的说 就是说阿里巴巴这个位置上进入我的一个盘整区间 那么它在盘整 它在走弱的时候 它在这里就形成什么 形成了一个反向的一个盘整中枢 也说它在这就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在A然后进入之后 然后形成了B B是个什么走势 是这样的一个盘整的走势 走势之后 我们再有出中枢的小过程的小B 小D的 然后之后再形成C 那么最后再是小转大 它再打下去 那么这个的就是反向的形成了一个什么 那就是反向的在这个位置上 反向的在这个位置上 形成了一个23mine的结合之后 然后打下来了以后 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反向的离开端 那说这是一个盘整区的话 那么这是打入是A 然后我一直在等的是什么 等它做一个离开端 但是有一个 他们是牛熊我都说 就是说这个离开端 有一问题是什么 第一这个地方的gap有点太大了 第一就是我们的gap过大 这个是比较bearish的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放量换手还是挺大的 也就是说 第二点这个volume比较大 第三段是什么 第三段问题是什么 第三段问题是 C段呢不是明显的背驰 它是呈现了一个加速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说 什么时候才这个结束呢 它叫背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这一段下跌 和这段下跌的比 它的力度和强度 要有一个减弱的过程 但是至少除非 除非我们这么说 除非这个位置上 除非这个位置上 就是说 除非这个位置上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上 出现了非常强烈的翻弹 而且就是几天内 就给你拉回去的那种强烈翻弹 那么这个是可以说 那它还会在这震荡的话 那么它这个力度的话就比较强了 那么就说明 那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力度 就相当于下跌的力度会减弱 但是现在来看 它一天就完成了这一段的 整个这一段的下跌 那么它的下跌力度 比如说明天我再来这样一个 那就更狠了 那就更狠了 所以我们整体上来说 就是说这个下跌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比较急促 所以它在211附近这个支撑 所以我当时操作的是因为 看到了它的IV出现了一个暴涨以后 我是卖了明年三月的210块的put 然后价格是在13还是在13块多吧 现在是被套状态 但是我就说如果到明年的话 比如说210再减13 那差不多就是190多 差不多195左右 195左右这个位置上 我是觉得可以接股票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短期内的话 这个飞刀太狠了 就是一天干掉很多之后 有一定的恐慌 它会在这里形成一顿 弱势的话 会形成一个熊旗 就是做一个盘整式向上的这种牛旗 然后熊旗再下 强势的话 它第一波你要看第一波上涨力度如果很大 如果能还打回回到246这条线的话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的力度就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的plan是什么 plan就是说 它现在的支撑区是这个地方是个支撑区 这个地方是个支撑区 这个肯定是支撑区 然后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它基本面的分析 现在基本都是政策面和政治面的 然后周末也出了一条消息 写出了消息关于就蚂蚁金服的一些整改 我觉得是非常利多的 那么后面的走势的话 我觉得比较乐观 我个人比较乐观的话 我觉得它是至少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 然后再向上再向上 然后如果不是的话 就走出了这种熊旗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经历下一腿的下 这个具体怎么走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来看 我把每个plan我都想到了 这是我对1288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我会持续关注它 我觉得不错 那么好 我们主要说的就这些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上个礼拜的交易 基本上都是特别一般的 我们来把上个礼拜的交易和我们做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还想多说几句 就是说 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 自己很难完成 就是像A5玩法比较多 但自己的时间精力太有限了 所以我都没有很多的时间 就是说讲A股这些股票 我也就只能把它当做美股做 就是买一些那些机构池塘比较多的 做一些波段 那至于A股来说 那就是那么回事了 好 那我们这次我准备倒着来 首先我先看 除了阿里边挖这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周五的话 我的唯一开仓就两仓 一个Netflix 一个是Mask Card 那么我们可以从大小的说 那么Netflix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是不错的 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再玩一波 就是什么 之前玩过小波的 这个就是 这一波拉起来以后 这波拉起来以后 那么拉起来以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我看到了 就是说它形成了 这是一个一麦二麦 之后没有沉下去 也就是说它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弱势的话 你注意 它这一段应该就是三麦形成之后 就是形成一个下连气势沉下去 但其实上没有 它在这个位置上 行连续形成了这种 就有点像高位的这种W底 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说高位W底 那这种高位W底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在这个位置上 形成了一个下 然后上下 上下 上下 上 那么它在高位上 形成了这个一个中枢 而且它走的应该是 差不多九段 就是这是第九段下 所以我的expectation是什么 就是它的 我比较想等的这个超低点 是大约是在这个500和480 这两个点 是我非常期待的 就是一个是这个下眼 一个是中轨 但是我一看它这个趋势太弱了 就小时级别的话 它的这个趋势就下降趋势太弱了 它没有构成 比如小时趋势 小时是这样 它是那种非常慢速的这个模 所以它小时级别的趋势 由于下降趋势太弱 所以我呢 就是提前先布局了一仓 这个Netflix 就明年三月的一个期权 明年三月的600 600的话呢 这个价格 我觉得有点太靠内了 我说实话就太靠内 因为 你看它这一波上涨来的是从250到500 差不多就是一倍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地方突上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它应该下个700的 600的话 我觉得稍微有点保守 但时间我一定会选择 因为比如4月份 5月份700的可能更好 但是呢 这个位置上还过于的 我会到时候再考虑 就是因为它在向下的过程中 如果再向下 那么我可能会这时候再去补 几个700的 或者是这个750的 甚至于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如果在这个地方超的话 那我可能会找更加外的 可能那个delta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0.1 或者0.15的 因为我看到的盘整区 这个地方九段是升级了 所以它在向上走的话 那我认为它 我认为它的波顿会比较大 这个 所以我就是采用这个期权操作的方式 那是我们第一层 第二个是ma ma是个小时期的操作 它这个 我们来看 也是盘整了好久 就是说它之前走拉起来之后 就是相当于 怎么说呢 这个有点像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Cup handle 这个叫欧尼尔杯 就是欧尼尔杯这个地方 我觉得现在是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位置上 如果我们做的Cup handle 那这个Cup出来之后 这个handle稍微有点变形 就是它做了一个这边 但是我们要看 就是说以时间波来看 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 快对称了 所以它应该是做了 要出一个方向和结果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不然的话它下 要不然的话上 然后上的概率我认为更大 我个人认为上的概率更大 在这个盘整区 如果是上的话 那么带动网络消费 然后再加上刷卡的增加 对于Mustcard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有可能要上 如果要上的话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埋伏一些远期的期权 仓位量也不大 我觉得也OK 我觉得OK 所以这是我这两位消息 是怎么想的 对 然后我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逻辑 是埋伏了一个亚马逊的 我觉得亚马逊更强了 因为亚马逊的这个墙是什么的 就是他 我们看 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下刹之后 这是一股难 也说这是一个日线的一笔 就上来了 那么他后面的 他次级别的 都是这种五分钟的 这种 还是都是奔走型的 所以他资金内 他青睐也非常大 也就是说你这个位置上 本来他应该是一个回调 他本来应该是个回调 回调之后再向下 就是他没有形成什么的 就是回调向下 回调向下 走下一个趋势 而是说 他回调向下之后 他就在这一直变成了 变成横盘 那我看到好多人就埋怨说 亚马逊不涨 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特别没耐心 就是你不能指望一个这么大的体型的股票 像ARKK一样每天爆喷 这个不make sense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从这上拉上来之后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走势了 就是这个盘整很长时间了 那么从7月一直到12月的话 现在已经完成了7 8 9 10 11 12 已经完成什么呢 完成将近6个月的盘整 所以一个趋势走了将近 5 6个月 4 5个月 已经有一个将近6 7个月的盘整 那么6 7个月盘整来说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 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埋伏 所以我就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埋伏了一个亚马逊的3600块 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时间有点近 因为价格也偏贵 所以我就是先埋伏短期内做了一个 做做了一个 TGT 对 TGT和这个BX BX是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底部 我觉得BXC这个底部 从日线上看 差不多70 附近就是一个支撑 但它短期内还是比较弱 所以它就是 我当时是个是5分钟级别的玩法 止损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 TGT TGT是一个比较强的 我认为就是零售也非常强的 这个走势真是太漂亮了 所以应该走势拉上来之后 这个再做一中枢 又做了什么 离开中枢 是中枢的离开段 也说我们强势到什么程度 强势到就是说 这个股票呢 它到现在它都没有一个 没有盘整这个意思 就是说它现在都是在做一个什么的 它现在这是应该这是一个盘整 拉下来之后盘整 那么这是一个 123的一个下 上下 上的就是这是一个奔走型的 什么叫奔走型 这个overlap特别小 特别小 这样 非常奔走型的这一个 正说 那同时呢 在这个位置上 168.94这附近 形成了一个标准的300 所以说你的这个止损 就是在这个169附近 那么后面的话 我觉得至少应该要突破 有可能要突破181至少 突破181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TGT 真是这个TGT 真是特别特别强势 特别强势的一个票 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个 就是还有一个埋伏的耐心的 就是这个N1E 我觉得N1E作为这个 就是这个新能源吧 我觉得N1E是非常有TGT的板块 所以你看上这个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下上下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 形成了一个整数之后 它呢在这个地方打出去 打出之后呢 当然这个你看你怎么看了 就是你可以说这里有跳空 这里有低点 那么你可以画出这个地方是一个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方是个中数区 也可以认为 也可以认为这不够成 那么这直接拉上去也可以 我觉得这如果从日线看 可能拉上去也可以 但是呢 它毕竟有这个跳空之后 我就这么看 那后面它又形成了一个 这个中数 那么也就说在从7月也是 123456 也是在6个月过程中 它其实都在这个排场区 而且它6个月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排场区 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巨大 那么它这个6个月 非常巨大的一个排场区 和这个区 它是一个B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形成了A 那么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B 那么我们这里A进入段之后 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 它至少应该有一个离开段 那或者说 就是说它哪怕说离开不了的话 它也是小转大往下打的话 那它应该也有一个去触摸上演 也就是78到83的这个过程 然后如果好的话 如果这个打出去好的话 我觉得看到100 我觉得问题不大 所以A的话 我觉得我对它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我这个开仓应议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我觉得 一个是这个地方 我爬上去 它要上哪 我可能还会再加更远期的 比如明年4月到6月的100块这样 然后就是操作A股了 操作A股之外呢 我还有就是操作这个 银子 银子这个呢 我是用利润去做的 然后呢 做做做空一小部分 那个台湾的股票 那个我们上周说过了 然后 HD的走势 我们也分析过了 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盘种 所以特别耐心 然后KO也是 所以我们做弄了很多这种就是 你看这也是 这种非常漂亮的 一个台阶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又上了个小台阶 所以再往上的话 我觉得突破58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特别特别耐心去持有这些股票 但是我们就不可能那么的 我们说呢就是你那么的精准 每一次去动能力啊买了之后就爆 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现在的整个市场呢就是比较 收据宝听的就是比较这个浮躁 所以我觉得 对 还有开了AMD AMD这个走势也是就盘整了好久 我就说这附近这几这几仓吧 我觉得差不多有一两个报就可以了 也不只啊 它每一个都可能走那么好 而且也下了一些铺子做做Hedge 可不可以下礼拜的话可能会做一些Hedge 基本上就是上礼拜的话大股票的普遍走势都一般 或者说没什么动静 只说就横盘嘛没什么动静 所以都是ARK啊这些这些小股票就是它的天堂 而且很多就是那种标股报股 个人的话不是特别深圳 这是我现在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就是各个股有些买大小型的标股什么QS啊这些呢 我我都做的不太好 所以这是没什么可说就是不行吗 就是自己没有这个实力啊 所以我还要需要花时间打磨啊 学习这个做标股啊 后面呢我想说的是说这个Hedge 300的话 我觉得现在这个走势是可上可下 挺烦的挺烦的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走势 但是呢我觉得我觉得个人的Bias还是可能 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其实是其实这个队上 你看这是盘上去突破了以后再次回来 他又形成了盘上去 之前这个阴线挺吓人的 但这个阳线其实是完全说服了之前的阴线 所以就说一二 所以你看从这天开始涨跌 涨跌 涨跌 然后可能还要跌 也可能也可能如果哪天我这么说 如果明天也是今天晚上呢 就是这个李维一的A股开盘 就是说 他是又涨上去了 那么这个位置上MACD又金叉了 那么ACD每次金叉以后呢 都会给你一个就是说有可能给你一个机会 横盘之后他都有一个OK的涨幅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OK的涨幅 所以呢 你看只有一天是涨特别多之外 剩下的就都就那么回事了 剩下的就都那么回事 所以就一直在横盘这么长时间 如果 那么这个地方再突上去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说这就是第九笔下的 完成就在这里完成了 就说连中尾的朋友 那是极强 那么买盘极强 那么如果他这里再震荡的话也OK 那我可以连续再说就是逢低再接 再接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再接这个 再接回来 所以护士300的这个走势 现在来看个人还是偏多的 那么我们就具体的看里面 比如说各个板块之间的走势 他的走法 然后个股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想说的 我没有太多想说的 我可能看就是说 也没看到什么 到时候在看码边 我这个贴了 我觉得雨虹这个盘整的时间也是够长了 这个时间盘整够长了 以我们投资的逻辑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筹划风上也是这个就比较集中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后面 比如说这像这种盘整 他就一波 应该是要有一波 趋势 所以应该是要有一波趋势给我了 所以 大王耐心的持有 耐心的持有 有很多的股票今天都是这种 这个也还可以 然后这个一般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复盘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给我留言 但是我们不提供 顺命的服务 然后我们都是实盘的 在这个discord里面 当然水平有限 能力一般 希望大家呢 就是多体量 毕竟我也不收你们钱 哎 对 忘了最后说一句 Facebook这个地方我非常看好 这个是一个金融服务公司 他在这个位置上一个长时间的盘整之后 我认为我认为这个位置上是是已经形成个敌分型 所以它是一个300的可能 后面应该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走势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 总结在这里 然后呢 下周吧 然后我们在年末的时候 我会总结这个12月的得失表现如何 然后呢 在过年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更新 就是说我可能会用一个sell来track我们的整个的表现 怎么样 好的 那今天呢 先这样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下周再见 然后有问题给我留言 还是这样的话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赞 然后可以打赏 不用转发了 谢谢